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待感情恰到好处 修养品性 刚柔并济 慧疾必伤 曾国藩说为人不可过于聪明 曾国藩为人低调 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 从不滥用自己的职权谋取私利 在家书中他对父亲说 如果家里出了事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要与人到衙门打官司 免得别人觉得我们仗势欺人 由于他的是事做事 本本愤愤做人 曾国藩试图直步青云 从七品芝麻关晋升到一品大园 成为晚清第一谋臣 一次又一次地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 于水深火热之中 被历史誉为 利得利功利言三不朽 为师为将为相亦完人 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绝顶的人 到最后往往伤痕累累 不得善终 三国时期 蒋干求功心切 低估了周瑜的雄才大略 自见过江东劝祥 却被周瑜借刀杀人 除掉了曹操的两员 心腹水师大将 杨修适才傲适 自以为是 引起曹操的妒忌 最终命散皇权 《红楼梦》中 王熙凤对上讨好老祖宗贾母的欢心 对下时时刻刻 提防着别人的鸣枪暗战 设计害死尤二姐 贾府濒临没落 他还拿着婆子丫鬟们的一月钱 去放高利贷 最后抄家的时候 王熙凤房里的箱子 抄出了许多的金银财宝 他过于精打细算 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 真可谓是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人一旦自认聪明 就会心态浮躁 急功近利 华为公司曾有一个新员工 毕业于北大 刚到华为就为公司的经营战略 和管理机制等各项问题 写了一封万言书 给董事长任正非 本以为会得到认可和提拔 结果任正非批示说道 此人如果有精神病 建议送医院治疗 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一个还没有职场实战经验的毕业生 就否定了公司多年打拼制定的规则 这种没有脚踏实地的聪明 只会弄巧成拙 真正聪明的最高境界是大智若鱼 知事故而不是故 利圆滑而弥天真 对待朋友我们无需过于精明 凡事斤斤计较 便难得知己 与家人相处过于精明 就会互相责备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遇事不指责 难得糊涂 才是最高级的智慧 情深不寿 很喜欢一句话 喝酒不要超过六分醉 吃饭不要超过七成饱 爱一个人 不要超过八分 倘若爱一个人太深 太过思念 太过期待 就会劳心费神 忽略了自我成长 势必心力交瘁 这段感情也不会地久添长 感情中最好的相处模式 就是相互独立 共同成长 心理学表明 当喜欢一个人时 人们就会不断用力地付出 付出后 就希望得到等同的回应 而感情越深 付出的越多 想得到回应的期望 也会越高 过于追求轰轰烈烈的感情 到最后往往经不起 柴米油盐的考验 作家琼瑶曾说 只要两情相悦 无灯无悦何妨 而婚姻 却要脚踏实地 苦乐与共地 与爱人携手走完 一生的日子 曾在网上看到一位中年妇女 对生活的抱怨 为了丈夫和家庭 她主动辞掉了工作 回家做一个全职太太 相夫较子 由于带小孩 她渐渐脱离了圈子 在她的日常里 除了丈夫和孩子 就是一日三餐 精打细算着过日子 节省得 连化妆品都舍不得买 可到最后呢 婆婆都嫌弃她 觉得她太懒惰了 丈夫也对她 呼呼赫赫 一个妻子的角色 硬生生地演变成保姆 生活没有丝毫的幸福感 许多走着走着 就散了的感情 并不是爱得太晚了 更多的是 爱得太深 月赢则亏 水满则意 感情 何尝不是如此呢 爱人只爱八分 剩下的两分 靠对方自己争取 这样才能在拥有爱情的时候 不失去自己 在没有人爱的时候 不失去生活 墙即则辱 俗话说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一个人处处好强 过于张扬 早晚自取其辱 高处不胜寒 凡事不必处处好强 太好强 就会自我膨胀 咄咄逼人 曾国藩说 做人的道理 刚柔互用 不可偏废 太柔就会萎靡 太刚 就容易折断 刚柔相继 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继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三国时期 萧雄各自割据一方 在汉县地还没有被废掉前 袁树过于好强 高估了自身的实力 率先称帝 结果遭到众诸侯的打压 最终惨遭大败 当一个人撒手人寰的那一刻 回想自己的一生 曾经的张扬 是多么的愚蠢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顾及于道 意思是美好的品质 像水一样 滋润万物 却不与万物相争 不与世人一般见识 有着智柔 却能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 自己的强大 对他人有帮助 不引起别人妒忌 才不会受到打击 真正的强大 不仅仅是外表的强大 孔子年轻时 请教于老子 老子不跟孔子说话 只张开 掉光了牙齿的嘴 让孔子看 孔子恍然大悟 意识到了其中 奥妙的哲理 牙齿是尖硬的 舌头是软的 然而牙齿掉了 舌头还在 硬的东西 因其刚强而没落 软的东西 因其柔弱而存在 外表的强大 往往是虚的 内在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墙中自有 墙中守 处处好墙 树大招风 人生早晚 陷入困境 会及必伤 情深不受 强及则辱 凡事过犹不及 做人 适可而止 愿你今后 聪明中难得糊涂 深情中恰到好处 得意时 不卑不亢 好了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我是主播安东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